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考试逢改比错 什么三长一短选最短 三短一长选最长 今天我们继续来看看还有哪些令人蛋疼的定律吧 六 有电就没事干 没电 立马化成狗 大多数时候你拿的手机也无所事事 无聊啊 想被强奸啊 那没关系啊 我杀微博 杀朋友圈 杀QQ 可是一旦你的手机快没电了 还有好多事情没干 杀微博 杀QQ 杀朋友圈 看新闻 看八卦 接电话 喂妈 父亲节快乐 就这样 拜拜 看短信 反正手机没电的时候事情一定就特别多 就是这样咯 七 为人谈恋爱谈了几次 杂杂负80%都是三次 三次 呃 三次 啊 呃 大概三次吧 三次 Absolutely Bullshit OK 可能这个问题是我身边的人发生这种情况比较多 可能大家觉得长到像我们这么大 谈过的恋爱如果少于三次会显得太春泡 多于三次嘛 又显得太烂焦 不过我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还喜欢补一句 呃 你先告诉我怎样才算谈恋爱先 嘿呦 你直说你曾经玩完别人就甩了不就好了 就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嘛 又没人会来杀你 八 还有玩游戏的队友和对手的问题 啊 是这样的 这一点我真的非常难以理解 啊 为什么总是敌方ADC 啊 我方提款机 啊 敌方凤凰 我方火机 能给我解释解释 还有我要给大家一个忠告 千万never永远不要有 赢一盘就睡觉的这个念头 真的 相信我 不然你只能得到两种结果 要么你永远没得睡 要么你永远没得赢 啊 好像是一种结果 哈 十大奇葩定律之时 啊 这一条太长了我就不写主题了 我这辈子遇过最奇怪的定律就是 我想打车的时候永远都打不到 呃 现在有了弟弟打车这种东西 我承认是方便了很多 不过有的时候在路上拦车真的是啊 哦 就算拿着空车的牌子 也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拦下来的 因为有可能是别人弟弟打车叫的 好难捉摸啊 我还要靠猜的 啊 少女心啊 我不想打车的时候就一辆就一辆 哈 哇 你等车的时候只要一点烟 车立马就来 看电影的时候提前进场就会遇到很长的广告 然后一直在给晚来的人让位置 而当你自己挽到了进场的话 电影一定已经开始放了 有的时候只是错过了一分钟 但你感觉就像 呃 这 发生了什么了 这 前面到底演什么了 完了完了 我肯定看不懂了 其他还有很多定律 类似我一看时间不是11点11分 就是2点22分这种莫名其妙的数字时间 再不然就是如果我在等一个网页刷新出来 无论我等多久 他都会在我按下刷新键的前0.001秒钟刷新出来 然后被我刷新键给刷掉 这一线你可以管它叫莫菲定律 事情不是变好就是变坏 而如果你遇见它了 它就一定是变坏的 哈 叮 无非就是给你的生活挠挠痒嘛 毕竟一条孤独的大龙被人打死 他都依然会把他的buff给打死他的人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说明他犯贱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观众的观看 什么 哦 我漏了第五条 嗯 第五条就是 我出视频这么久了 无论我出什么视频 都会有人说 你视频越来越无聊了 同时也一定会有人说 嘿 我顶你 你视频越来越赞 我真的很生气你知道吗 因为 为什么从来都没有人说我越来越帅 哦 可能换个发型会好一点 对对对 我自己去换个发型 啊 我知道 我知道 没关系 没关系 这次我一定会觉得好看 相信我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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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呃 这次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那么欢迎大家搜索我的新浪微博 at yp 杨一鹏就可以找到了 呃 也欢迎大家在朋友圈和新浪微博分享和转发这次的新视频 那么我们还是跟以前一样 下周一的约电影 我们会再见面的 拜拜 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视频 我的个人信息都在屏幕中央 欢迎关注我的新浪微博 yp 杨一鹏 也可以看看我的其他系列视频哦 今天给大家表演一段绕口令 这段绕口令是 红鲤鱼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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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肯尼鱼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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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